首先來關心的就是因應中國取消了入境管制措施 指揮中心也宣布從一月一號開始 從中國入境的這行航班旅客 都要在機場接受唾液採檢 如果採檢陽性就是比照目前 國人確診隔離五天 而小三通的模式 反臺的人也是比照同樣的檢疫措施 至於國內的疫情 則是連續十天都上升 二十八號新增病例比上週同期 也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點七 國內疫情繼續升溫 二十八號又新增了 兩萬七千九百四十二例本土個案 個案分佈以新北市五千多例最多 台中 桃園 台北各有三千多例 高雄市與台南市各兩千多例 確診個案中新增二十五人死亡 因應國內疫情升溫 加上中國自一月八日起解除入境限制 預計近日將有大批國人返台 行政院蘇貞昌上午臨時召開 擴大防疫會議 拍板對中國入境直航班機 技術管制措施 一月一日起 從北京 上海 成都 廈門入境的直航班機旅客 小三通來臺旅客入境時 都要唾液PCR採檢 接著可以返回住處 進行零加七自主防疫 若篩檢結果為陽性 比照國人進行五加N居家照護 和自主健康管理 指揮中心表示 台灣目前沒有開放 中國觀光客入境 因此就鎖定直航班機 以及小三通入境者 加強邊境管理為期一個月 初過一月份 會有三萬人次旅客 由中國入境 而實際來到桃園機場 已經有不少台商提前返台 機會很難定 我從八月份開始 到現在為止才回來 所以你在那邊工作 對的 然後多久沒回來的 這次 快四年 過年現在已經有知道說 台灣回上海要到二月底才買得到機票了 所以基本上要到三月才有辦法回去 目前我們看起來是 我從那邊到到台灣的這個 四個機場的需求 是現在的這個訂票率 都大概四成五成了 一月八號起 往返兩岸都不需要隔離 是否可能再增加兩岸航點 交易部表示 現在是中國單方面限制飛航班次與航點 若中方解禁 原有的定期航班量能應該足夠 記者綜合報導